港隊闊別旺角場13年 在3300人面前迎戰哈薩克 港隊兩名華將姚錦成和李卡道正選上陣 一開球3分鐘 港隊默克雷在中路達陣 加上隊友射入附加佛球領先7比0 港隊主導全場節奏 完上半場前大幅領先對手27分 下半場港隊放開來打 畢竟這場球是最後之戰 面對哈薩克的球員在最後15分鐘體力不計 接連滿出多位主力球員 在最後階段 港隊兩次達陣完齋 最終贏55比0 港隊總成績排第三位 是在亞洲第一的日本以及韓國之後 籃球總會就希望食正旺角人流夠集中 吸納更多的九龍客 好及籃球運動 香港蜂行電視記者 韓文三個道